中文字幕 李宗盛 行政處保安請你放手 你在這裏在傷害示威的朋友 上帯 上帯 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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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帯 有沒有 你很流利 黃先生 你都要用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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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報警 我都要用報警 你都要用報警 你都要用報警 那你都要用報警 你都要用報警 我們今天的行動就是反對國歌法 是國歌法手術的日子 各位記者朋友,看直播的朋友 我們是香港眾志,今天是國歌法 朝禮草案手術的日子 今天我們在五星期間下面掛起不歌眾的自由 是聲明我們反對國歌法 鉗制香港市民表達的權利 甚至是意圖令到香港成為一個 人人要向國家政權表中歌眾的一個城市 這個是我們不能夠接受 我們希望所有市民關注國歌法、立法的問題 我們希望未來有更加多的社會行動 是去反對國歌惡法 言論自由是香港最可貴的價值 言論自由代表我們有說話的權利 更加有不說話的權利 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有權對國歌沉默 對國歌不需要表達一個縮現起勁的態度 我們都有自己思想和行動的自由 政府應該立即終止國歌法的立法程序 諮詢市民做一個公開的諮詢 不要將國歌法刑事化 不要再搞洗腦教育 這個是香港眾志 非常之簡單的訴求 亦都是香港人的心聲 我們選擇在公民廣場這裏 去掛起不高的自由 就因為公民廣場三米高的遺難 所限制的自由 是同國歌法去限制我們的表達自由 是同出一切 今日國歌法的首讀 我們呼籲所有的議員 尤其是民主派的議員 必須是團結一致 要求撤回國歌法 我們亦都是對於現在的政權 要將國歌法刑事化 是去造成思想警察 是在校園以及社會各處出現 我們是予以強烈譴責 臺灣的職業 會有完成的 各位記者朋友 我們現在是會下來 下面的位置去國米 我們這個突擊的快閃行龍 是已經完結了 是 你給一次做了 你都會贏定 落一下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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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何需要一个这么重的刑罚 去规管市民对国歌的态度 这个其实是影响香港很珍重的表达自由 和我们的言论自由 国歌法的问题其实不单止如此 还包括它是强制去将一个国歌教育 一个爱国教育放在中小学里面 是第一次有法例直接规管学校的教育内容 我们很担心这个安排是会令到香港的思想自由 是进一步受到打压 那我们今天在公民广场做的这个行动 我们挂起了一条不歌众的自由的一个环 其实意思就是香港人最珍惜的言论自由 不单止是代表我们有说话的权利 更加有不说话的权利 我们是有权不需要向国歌表示我们的尊敬 不需要向国歌表示我们的歌颂 这个是每一个香港人最基本都应该拥有的自由 而政府现在的立法就是把这个白色恐怖放在香港里面 要人人自危 每个人都要向政权向国家去表忠 这个是令到香港进入一个非常之危险的境地 我们希望政府是重速撤回 终止现在的立法程序 我们明白放了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 政府是有必要去立法 但是政府都要做一个真正尊重民意的咨询 而且我们的原则讲得很清楚 国歌法是不应该形式化 不应该有人因为表达他们对国歌的意见 或者政见是受到惩罚 也都不应该将一个所谓国情爱国的国歌教育 放在中小学里面 现在不少学校都已经教国歌 其实老师和学校是有方法用一个批判性 具批判眼光的角度去教授关于国情 关于国家标志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是终止现在的立法程序 重速进行资讯 Democisto organized the action today to oppose the national emperor law that will start the legislation process today and we against it is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it's not a must for people loyal to the country and loyal to the regime especially Hong Kong and China it's under one party dictatorship and we just recognize that no matter national emperor law in Hong Ko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 implementation in Taiwan or the Xinjiang re-education camp we also are aware all of those strategy and suppressed tactics is just the hardline policy under the hardlin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先生 香港的社会 现在对国歌法的关系 好像不太好 这个问题是你只需要发起这个程序 不太小行动的独立 还有知道会有其他这些合作的关系吗? 我相信现在政府对于香港市民的压迹是全方位 包括我们土地议题上 包括一些中港问题上 其实社会上现在的议题很多 的确前一段时间 市民对国歌法的关注少了 可能比较关注一些发展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随着立法的程序 进入一个比较刺烈的阶段 市民其实对国歌法是很关心 尤其是老师、家长、学生这些群体 我们今天发起这个所谓突击的行动 其实都是希望未来 香港市民更加积极参与 反对国歌法的不同活动 和我们的游行示威种种的行动 好 谢谢各位见